微博 皮肌鹽在西醫院是沒什麼藥 那你現在症狀是怎樣 臉紅 然後手啊身體都病 就是然後會破皮 然後都貼人工皮 就好幾個地方都破 破了它為什麼就要貼人工皮 因为如果没有它用到东西 就是会心啊 用到水啊什么 会心啊 会心啊 也自然破掉了 那你前身是吗 是前身 那个这个大臀还蛮严重 我上上了礼拜还去住院 就是你那个泡枕啊 引起泡枕 泡枕啊 那你现在还有在吃药吗 这是免疫系统的药 对呀 那个没有用啊 我刚刚已经讲 西医也说你没的字啦 你还在吃他的药 他都已经跟你这样讲了 你还吃他 那个药是控制你怎么样 养的时候吃是吗 没有 他是 我不知道他就只有说 那免疫系统的药就是这样的 所谓免疫系统我跟你讲 应该是这样说 人体如果有体力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好 你如果没有体力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差 啊你想想看 有没有一种药能让你吃的体力变好 那就是如果他的药 没有办法让你体力变好 那这样吃的药就没有效 那没有效而且西药是寒凉 那你就会越吃越严重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你的头现在都是瓶都是痒的 我知道 那我们要先找办法帮你绝结 但你靠那个西药已经是没有用了 那没有用还不打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皮脂液所谓的免疫系统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就是你前身急寒了 以原始点的讲法 已经非常寒了 寒到怎么样 整个组织器官运作 它推动不了 没有办法维持正常 所以它会发出各种信号 痒就是一种 皮肤重呈现这样 就是一种 都在提醒你 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 那所以归根究底 你体力变差了 所以才会免疫系统啊 自医力啊都变得很低落 我这样讲你听懂啊 听懂 所以这个药有效吗 让身体更寒 反而有副作用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药 对你一点也没有用 你还要吃吗 可是它都会一直痒 好 那如果不吃它会痒吗 吃了还是痒吗 是啊 那你到底为什么 为何而吃 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好 那西医也跟你讲 这个病不会好 那他已经说不会好 又给你药吃 那到底你在吃什么 吃不会好的药 然后这些药又是寒的 又会让你身体变得更差 不但不会好 还会让你更寒 那你为什么要吃 我问你啊 逻辑就不通了 你如果西医说 这样吃一定会好 那你就吃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智慧去变 如果你吃是为了把病治 那可以吃 那问题 你都知道西药没有效啦 那还要吃 而且西药又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听懂 那你今天会来 原始点就是改善你 就是要让你体力变好 啊体力变好免疫系统就变好 自医力就变好 这样才能够根本治疗 我已经指出一条路给你走 那这一条路虽然慢 但不会伤你的身体 了解吧 嗯 比如说你要运动 不要吃寒凉 心情要保持正面 可以避免一些就是情绪啦 对这些疾病的恐惧啦 观念比较清楚啦 养好心态 那这样恶人就不会消耗 啊我们教你怎么样养的时候 怎么来让他止住 那你有了方法你就不会胖 现在你那个最痛苦的是哪里 我的手跟脸 还有我的大腿 我三月二十八号 那个脊椎症里也是 牙开的 对这脊椎 好 确实是蛮严重 那一般喔 皮肤的问题喔 他说看了会痛 你等一下再针对他的情况再看一下 那原则上还是要教他怎么涂啦 哇 连颈椎都是 他头皮都试 哦 头皮都试 头皮好痒啊 痒到不行了 头皮你回去用姜汤来洗 对 然后记得一定要把它推进去 用力推进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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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会痒吗 会痒 可是刺刺的刺刺的刺刺的刺刺 记得你在家里一定要出一点力的暗门群 把姜粉也推进去 嗯 你现在感觉比较不痒 对不痒 嗯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个 呃 我最后都有交代他们了 就是保鲜膜不要用 好 这个 好这就是我说的皮肌炎 那皮肌炎他这样处理完 隔一天他打电话说 哎呀那个姜粉啊 已经干掉在皮肤上 要不要去冲洗掉 那他打来问已经隔了24小时 我问他痒不痒 他说还是不痒 他表示哇这个 这个全身这样涂抹 让患者恢复的特别快 那需要也不能止痒 他已经到这么严重 好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现在遇到这样的病 如果没有原始点这种方法 他是很难很难好的 上次你来 就是他有全身帮你涂 他涂完还有帮你按推 你当下好像就比较疏忽了 那时候来的时候全身痒 那时候按完你也说有隔一天打来 好像你痒都有改善 你大概问一些问题 你们就开始处理了 到今天来这样已经有三个礼拜了 哇 实在隔太久 我以为你还会来 因为怎样 因为你是全身性 这么严重 所以我一直以为你会来 因为我自己不会坐车 然后今天是我女儿放假 然后我一直想说希望他带我一次 然后下去我就会坐车这样 那你这两三个礼拜你自己做结果 更严重 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我前一周就是方法不对 一到四是我先生帮我推的 然后他推的可能比较容易 然后我的整个背全都垮 全都垮 全密密麻麻 等于你先生推到皮都破了 对 这个本来没有的东西都长出来 这本来没有的就又扩散起来 他刚刚按完痒有没有改善 有 按完立刻改善 对 立刻改善 所以痒 痒要有人按 可是我现在他就是很棒 因为你是脾肌炎 全身性 是 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家人要学 因为这个方法是治疗方法 因为这个病要完全好 要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个人带你 他学会 他我们认真教你 他教你 你回去就有人帮你 因为你背部自己推不动 他一定会痒 在家里他们只要按个差不多 顶多二三十分钟就 可是我先生回去就学了之后就 那个效果都没出来 因为他没有学成 我已经跟你讲了 西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他寒凉 以后你的问题还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说 尽量你不要再吃西药 因为西药西医也跟你讲没效力 他只是在控制 他事实上是控制不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西药戒掉 家人来帮忙你 因为这个是自救嘛 这个很简单啊 涂姜粉泥啊 只要用心学 那个开关按到了 他就不痒了 那个西医还安排我去照那个 不要照 胃镜那些东西 我跟你讲都不要了 我是这样的建议啦 那你要去我也没办法 你事实上按一按 这里按一按 你现在胃也不会痛 因为你的胃跟后面没有关 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等一下他在帮你按 应该可以立刻反应 你这里的痛跟后面的开关有关 你这样一讲 他在帮你按完 我们马上问 如果你不痛了 确定了 那就代表有效了 你还要检查嘛 我们如果当下帮你按 那这个就是阴啊 这里阴他照不出来啊 我立刻帮你缓解 所以你去照 他讲了那么多 你只会更烦而已 而且他的药又寒 那你越吃不止以后胃会出问题 以后更多问题 所以教你会了之后 你们家人自救 也不要再找西医 最好也不要来找我 是这样的意思 你会了 你为什么还要找人帮忙 因为西医那个免疫系统 那个抵抗逆差 是要靠你要运动啊 饮食要改善 那你只要这些改善 然后再家人帮你服务 那这个就全部都解决了啊 你说这里痛了 胃还在不舒服吗 那马上帮你解决 这一点最痛对不对 好痛好痛 这边就不过了 就这一点 这也是 真的有舒服多了 刚才还闷闷的很重 现在舒服多了 所以你看你只要有问题 马上用这个就可以立刻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也不吃药 也不用跑医院 这是最快 涂完姜粉泥嘛 涂完现在感觉整个身体的状况呢 哇 差我刚来的时候差了好几倍 真的啊 真的真的 所以热源进去还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 感觉就是身体比较枯燥 要不然我一直想要哭 那种那种很不舒服的 那心里的那种异度 那这一次的舒缓 跟上次有什么差别 这一次就感觉就是热源比较进去 在涂的这一次热源又比上次更容易进去 这次比较比上一次更深的感觉 涂的有更深入 我觉得它的手的力道是很舒服的 其实涂姜粉泥我讲课都有讲 它一定要稍微用力推进去 如果只是表面的涂 那热源进不了 舒服度也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在家的方法就是错了 那这样你整个身体 整个包括按推 温敷 还有涂姜粉泥下来 现在身体是舒畅的吧 是舒畅的 真的是舒畅 而且我可以把情绪舒缓开来 所以你现在整个身体 包括胃还有刚刚其他的痒 应该会进一步得到缓解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皮肌炎上次有播一次 第一次来就是前身性 那当时他有跟我讲 西医已经说这个没办法治疗 只能用药物控制 事实上药物控制也是情况更加恶化 然后皮常常会破裂 破裂他严重有时候还要止皮 那上次处理完他就有改善 但回去他家人帮他处理三个礼拜 情况反而更加严重 第一个按推不到位 因为学了一次位置也不一定准确 然后按推的力量又太过 力道太过大 而且都是用比较粗暴的力量 然后推完还有涂姜泥 也是涂到有时候皮都破了 所以他感觉症状都没有解症 而且情况更加严重 那因为患者不知道怎么来记经费 所以这一次是由他女儿陪同过来 那过来刚刚大家视频也看到 他来了全身痒 那我们先帮他按推 按推完他痒就立刻缓解 但是他又提出他胃不舒服 那胃不舒服我也帮他立刻解症 按推完他就立刻解症 然后再帮他涂姜粉泥 那患者一再讲 两次涂姜粉泥的感受 他感觉不同人涂 好像最最后这一次 他感觉最舒服 因为涂很均匀 然后又有一点力量 然后要涂之前 又把他皮肤有照热热的 所以这样涂下去 他感觉热有渗透进去 那所以刚刚大家也看到 他起来感觉 哇身体好久没有那么舒服了 他说舒服好几倍 那整个全身也舒畅 也不再痒 胃也不再痛 那脾肌炎在医学上是很难处理的 但你看原始点 同样这个医学很难处理的病 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 帮他温敷按推 就可以立刻缓解症状 我相信如果他家人能够手法也学到好一点 那也知道怎么涂姜粉泥 那患者也配合饮食运动 我相信他的病是可以完全全意的 好 那这个脾肌炎 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